這裏是巴黎 我讀書的時候 拿了所有做兼職的錢 背著背囊窮遊法國 不久就愛上了這個地方 畢業之後 我找到一份跨國酒店集團的工 希望有一天可以調去法國 但過去兩年 那邊發生了很多事 我的夢想 可能實現不了 那些法國人把罷工當飯吃 示威者倒路 放火 打爛了些東西 社會很亂 很多遊客都走走了 搞到酒店、餐廳、店鋪 沒有了起碼一半生意 我的法國朋友說 八成的中小企業都財源 甚至結業 全國的失業率超過8% 他們自己都很擔心被人解僱 兩年前離開巴黎回香港之後 我一直都在酒店工作 但現在香港 變得好像巴黎一樣 香港現在都很差 我很擔心 其實半年前 我已經開始吊鹽水 開始的時候放有新價 然後被迫清價 現在就放沒有新價 我支持民主 我都去過立法會煲底撐手足 不過我猜不到會越搞越嚴重 抗爭 罷工 暴動 放火 裝修 和你塞機場 打遊客 打講普通話的人 打異見不同的人 打異見不同的人 我們都是中國人 香港搞得這樣 想上班都回不了 就算上班都沒有客人 你說不怕是假的 不單止酒店和餐廳沒有生意 就連空的的士都大排長龍 連幫我們洗床單 毛巾的洗衣公司 都說要倒閉 手足說要攬炒 要香港同歸於盡 我以為只是口號 誰知 現在又來了新冠肺炎 雙重打擊 情況比法國更差 很多生意都說不行 要倒閉 今天發覺 明日香港 如果香港都有8%的人失業 就會另外多20萬人失業 我爸爸媽媽和我一樣都是在掩蓋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誰會是第一個被人解僱 爸爸說 疫情會過去 但是如果攬炒繼續 他在銀行的錢都捱不到下去 他說攬炒 一定成功 攬炒會怎樣 香港會怎樣 我又會怎樣